2M1 嘿大家好 我是阿萱 在看影片之前 記得幫我訂閱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個人IG喔 那我們就開始囉 我剛剛發現到一件 讓我真的非常開心以及震驚的消息 相信各位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應該不難發現到 我算是一個藤圓皓的腦粉 所以我一直有注意到他身上的項鍊 有個鈴鐺 佩戴著他的Goros 這個鈴鐺的品牌 叫做Longonce Longonce是木村拓載 都有在佩戴的哦 所以我前陣子去日本的時候 一直有嘗試著 想要去找Longonce的專賣店 可是因為沒什麼時間 再加上我又會一直想說 反正我這麼常來日本 以後再來就好了 不過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出國了 所以我剛剛就上網搜尋了一下 我直接在Google這邊 搜尋了Longonce 這才發現到 噢原來台灣竟然就有在賣了耶 而且還是全台唯一的正規代理商 叫做Bianco 這家好像是來自日本的 潮流銀式選貨店 裡面販售著許多的品牌 就連Conehouse也都有 現在大部分的服飾店 都是搭配著銀式在賣 可是這家店卻是一個 專屬於銀式的選貨店 所以我決定這兩天 特地找時間去朝聖一下 嘿各位我們現在在新竹 我有想到一個方法 可以乖老婆跟我一起去台北了 老婆 幹嘛 我們去台北吃東西好不好 為什麼新竹這裡就可以吃了啊 你看我們今天天氣這麼好的 然後在這邊又比台北那麼近 再加上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台北那裡 有一間新海的台北店很好吃 我們去吃吃看看好不好 哪一家啊 唉唷沒關係啊 我們去人就知道了 剛好我們也可以去錄 Rub生活的Vlog 好不好 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在新竹這裡錄開場 那我去拿相機 好 那我開始錄囉 好 嘿大家好我是阿萱 哈囉 我們現在人在新竹 今天就是來看我們新竹的裝潢進度 我們臨時決定要去台北拍一個生活的Vlog 那接下來我們就台北見囉 Let's go 老婆那你手上等我 然後我把東西收一收之後 我再過去 好不好 你先去等我 那我們就吃飯囉 好 太好了成功了成功了 那我們現在就台北見囉 Let's go 我們現在剛停好車已經到了台北 現在這裡是東區 對啊老婆 我想要先去看一間影視店 好啊 因為它剛好就在這附近而已 嗯 我們先去看一下 喔我們不是要先去吃東西嗎 等一下啦 我先去看一下那個影視店 太好了太好了 它還沒有發覺 欸到了到了到了 就這邊 好 不好意思我可以錄影嗎 因為我是有在拍那個生活的Vlog系列的 OKOKOK 好謝謝 好謝謝 哇欸這是家常事耶 老婆你還記得我們之前去東京的時候 好像忘記是哪一個牌子的店員了 就是有跟我講到說 他看我帶Goros 然後就有跟我說 可以看看Goros 因為其實 他是TK跳出來自己做的 那TK他們自己本來就是 Goros 同門出來的 就是他土地嗎 欸對他的土地 所以你看他這個點睛 上面就是 太陽 然後又老鷹的 就這個 他這裡就有寫 有沒有他就在太陽的光芒 然後上面就是老鷹 因為在印第安好像就是 老鷹被他們視為是那種太陽神的象徵 欸不好意思請問一下這個是 就是正規代理的 對目前的話 Goros的話 其實我們就有做代理 他的畫上面就是零價 喔 價差的話就是非常小 基本上就是零價差 這個都是點金輪 欸這怎麼不一樣啊 這個的話它是什麼輪啊 你看到這兩款手鏈的話 目前是台灣的限定款 台灣限定 對因為他之前在活動的時候 特別做了這個 就是老鷹輪的部分 那這個手環的話 是我們跟他special order 就是一個是沒有留書沒有留線的 手環這樣子 基本上是只有台灣做反售 日本他們店員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個手環也是台灣限定嗎 沒有這個就是之前的活動限定款 就是因為跟他這個輪 然後做出來的手座 我這平常就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辦法 像這兩隻是沒有辦法平常order 這隻其實很帥耶 對它上面的話 左右都各一隻先金魚 然後中間是一個老鷹輪 下面這邊的話有三隻 設計師限定款 基本上你看上面兩隻的話 它的羽毛上端是做唐草的雕刻 那唐草的雕刻的話 剛剛算是他們擁有自己的 獨特的雕刻文具 那每一年的做就不一樣 像今年它的唐草的話 是二次雕刻的唐草 做兩次生前的不同雕刻紋路 所以像有一些喜歡霧黑派的朋友呢 他其實做起來 霧黑的漸層效果會變得很帥 然後你看這個是那個 Bloody Mary 很像是Beyond Who他們的自由品牌 我有看他們官網他們就是寫 這個牌子它主要就是以 動物跟植物做設計的 這條蛇這個蛇 你會覺得它做得很立體 嗯 這裡還有藤蔓 其實它整個工做得很細耶 哇塞 這裡還有Kong Haas耶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它這個跟台北的專賣店 是有什麼差別嗎 我們店的話主要還是 以賣Kong Haa香鑽珠寶類為主 我們左半邊的部分 就是Kong Haa香鑽系列 那Kong Haa香鑽的話 基本上我們跟他們不一樣 我們是由日本的 比方庫的金工 做一個後翔的動作 那我們在寶石上面的嚴選 就是它基本上我們會挑最好最漂亮的石頭在做鑲嵌 那還有一點是 只要夠大顆的寶石 我們就會有提供寶石的鑑定書 甚至如果是你今天是有這個需求 需要指定寶石的成色 進度 或者是切工等等 我們都是可以幫你做單顆鑽去挑選的 門鑽石的話 等級應該說 比較亮比較漂亮一點點 那相對連價錢的也都比較漂亮 我終於看到了 這是Long Once 他其實就是Kong Haa的創始者 他們三個 其中一個 自己出來做的 然後他就是帶那個 Cream Bell 就是他他們說 喜願賀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Dope Bell 和平歌 這是他們Long Once的經典 可是騰元號他雖然帶齊仁河 但我 比起來我還是比較喜歡和平歌耶 因為我想要世界和平 然後像這個和平歌 的M號我上網去看 他的定價是66000日幣 66000日幣 那我車以下匯率的話是0.28 18480 可是這裡才多少 這裡才17400耶 哇台灣的定價比較便宜耶 那這樣子的話 我試看這個和平歌好了好不好 好 你想試看看 對啊我可以試看看嗎 好 那我試看 不好意思 我現在想要看那個和平歌 那這樣好了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就是和平歌的M號 然後跟喜願賀的最小的那個好了 好啊你說最小的這個嗎 對對對 這個的話是他們的XS的尺寸 就是最小 嗯 我可以摸嗎 可以啊 好謝謝 我們和平歌的話跟喜願賀的差別 基本上第一個他的鐘擺的部分 喜願賀的畫中擺比較寬一點點 所以當他在出現聲音的時候他會有一點尾目 欸我看他這個尺寸是這個表上面沒有啊 對 應該是說這個尺寸 基本上XS的話 他就算是 純銀的XS 應該算是隱藏版的啦 因為他都是只有出一些K金一些高級高貴的金屬的才有做這個尺寸 像這次你有移到算是蠻幸運的 像Long Lens的四大鈴鐺他分別有四種不同的音色跟音頻 那我這邊先跟你介紹一下像這個 喜願賀的話 他本身聲音的部分的話會比較有微韻一點 就是有點嗡嗡嗡的 這個的話是和平歌的聲音 他本身就是比較清脆音頻比較短一點點 像這個還蠻受女生懷疑的Tier Bell 泪珠 他聲音就是非常的清脆高音 那這個的話是Selk Bell 他本身聲音就是非常的沉穩 我想要試看和平歌這個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 這個 這個好看齁 這個大小蠻好的 那這樣子我可以先試看看這個嗎 好啊 我真的可以試齁 試肉沒關係 真的喔 像你剛剛看的那小一點的嘴XS的尺寸的話 他也可以多一個帶法 就是可以放在這個旁邊 那這個的話就我們剛剛看就是你可以跟 照片中一樣的組合 你可以參考看看 喜歡哪個我就可以幫你拆裝 所以XS的話你會建議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本身羽毛的話不是特別小隻的 所以你放在這裡的話會感覺他的存在感 比較不足一點點啦 那現在的話像這樣子小配件的部分 很多人都是掛在就是 鉤子的下面 大家有多一個選擇 因為那像我的話我是比較想要帶在這邊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Tier Bell 他還有沒有再小一個尺寸 Tier Bell有啊有小的尺寸 我可以讓你覺得比較看看 喔所以他還有一個小一點的尺寸在這裡 那我想要試這兩個 分別串上去的樣子 沒問題 那我現在先幫你試MX的尺寸 好謝謝 老婆你看這樣好看嗎 還不錯耶 這個是M號的 那不好意思我想再試看看S號的 好啊那我再幫你試看看S號 謝謝 謝謝 這S號帶起來的感覺其實 就比較小一點 但是聲音比較清脆耶 我怕你覺得咧 我覺得M號比較適合你耶 M號比較好看喔 因為你比較高啊 好啊那我考慮一下 其實我有點想買耶 蛤不准啦 很好吃喔 好啦好啦好啦 嗯那我再來逛一下好了 老公有電話來耶 我去接一下 中紅喔 喔好 他去接電話了耶 他就剩現在 那我要這個M號 M號嗎好啊 那你今天要刷卡還是付錢 我刷卡 好的 有在我們家消費過嗎 沒有耶我這是第一次 那這樣的話你這邊幫我留下會員資料 我們知道維修後 後續的服務都會有了紀律 對 我們知道維修後續的服務都會有了紀律 也沒有啦也沒有啦好啦好啦走我們吃飯了 謝謝喔 謝謝 哇出來真的都天黑了耶 其實我剛剛還很厚臉皮的去詢問了一下店員說 可不可以在他們店裡面 借我開箱 沒有想到他竟然答應耶 哇人真的超好的 超級謝謝別浪庫 因為我想說反正我回去也就都要拍開箱 那我不如就直接在店裡面拍 那個燈光比較對位 而且如果說錯了還有店員可以求救 那這個開箱影片啊 之後會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喔 那如果對別浪庫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他們的官網 以及IG 他們上面都有商品可以看 那他們的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 雖然說他們網路上就可以購買了 不過因為這個單價比較高 而且我是第一次買 我是比較喜歡在店面買啦 因為還可以當面問店員說該怎麼保養 啊對 說到保養 只要在他們家買東西 保養是完全免費的耶 免費的耶 超佛的店家啦 真的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先這樣子囉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阿萱 我們下次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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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老婆你不要生氣啦 因為你看其實我也不是這樣隨便會亂買東西的 你不覺得就是在這裡買真的很划算嗎 很便宜耶 日本訂購是6600日幣耶 但是我只花17400塊而已耶 就很划算啦 好啦不要生氣了啦 笑這個啦 好啦 啦 啦呀 啦啦 啦好了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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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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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